日治时期 在1908年纵冠县山县通车后 日人于1922年 陆续完成了西部纵冠县之海道 北县及东部宜兰县 屏东县 台东县及其他东西部之支县 由于技术、经费及战争问题 并未完成南回及北回 且完成之工程并不完善 战后 我政府积极完成环岛铁路之贯通 修建及扩建 如北回、东县铁路之拓宽及南回 并全力推动重轨化 电气化及双线化 未来计划环岛高速铁路化 及东西横贯铁路之兴建 宜兰县是指巴督至苏澳间的铁道 沿线上的瑞芳及喉童等地 蕴藏着品质可用的煤矿 因此 铁道部于1917年 在宜兰与瑞芳设置建设事务所 计划以五年为期 新建宜兰县并修筑深澳之县及平溪之县 以协助当地矿业开发 1917年 动工新建宜兰县 工程分别由南北两端同时进行 1919年 南端的苏澳到郊西段 及北端的巴督到瑞芳段投车 1920年 南北两端分别延伸至大理及喉童 由于1917年 开始新建宜兰县时 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导致物价工资上涨 1919年度 已经提前动用1921年度的预算 1920年度预算 已经几乎消耗殆尽 部分路段暂缓施工 仅用残存的预算进行喉童 三凋岭路段及草岭隧道工程 为解决预算问题 重新修改工程预算 延长工期为八年 1923年10月 北端再延伸至双溪 终于在1924年10月 草岭隧道完工后通车 1924年11月30日 宜兰县全县通车 1899年 在宗贯县设八堵临时站 1901年改为八堵停车场 1908年新建木造八堵车站 八堵站 现为宜兰县及宗贯县的分歧点 地位重要 1919年设瑞芳驿 1921年新建木造瑞芳车站 瑞芳站 如为前往基隆 台北 宜兰必经之地外 且为深澳县之起点 附近有九份老街 十三遗址 北部火力发电厂 八斗子鱼缸等名胜 其中瑞芳十三遗址 设置至时期的滔金工厂 西翼山市一层一层 向上建造完成 宜兰县铁路通过台湾东北角的山区 铁道工程以草岭隧道 及三调岭隧道最为兼具 瑞芳至双溪的路段 就有九座隧道 分别为瑞芳一号 瑞芳二号 瑞芳三号 圆山一号 圆山二号 圆山三号 喉童隧道 三爪子隧道 及三调岭隧道 其中三座靠近瑞芳 四座靠近喉童 两座在三调岭 是宜兰县隧道最密集的路段 这九座隧道 都是单轨隧道 除了三爪子隧道 仍保留单项行驶外 其余八座 都于1984年 宜兰县双向通车后 被双轨隧道取代 喉童的煤矿产量 曾经是全台第一 全盛时期 被美誉为黑金王国 喉童拥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景观 包括基隆河峡谷 金字碑古道 狮子嘴岩 大粗坑 小粗坑 及隧道群等 加上煤矿停产后 曾经辉煌过的废弃煤区 金矿区 采矿设施场地 及矿区聚落等 是喉童 成为思谷仿舍的好地方 三雅岭站为宜兰县上的一个小站 但地位重要 在早期三雅岭为平溪县的七七站时 它同时还要监管平溪县及 宜兰县的行车进出 早期在月台上还建造一座号制楼 站内更建造跨站天桥 连接至平溪县月台乘车 日至时期 三雅岭木造站坊 位于三爪子隧道对岸 面对基隆河 可经由第三基隆河桥至对岸 三雅岭站 是台铁唯一没有道路 可以直达的火车站 草岭隧道 是位于台湾新北市共辽区 与宜兰县投城镇交界的隧道 于1924年12月1日启用 总长2167公尺 云用途为宜兰县使用的铁路隧道 完工之时为东南亚最长的铁路隧道 投城的由来是1796年 吴沙开垦宜兰时 召集迁余名张全岳居民 合力组成的第一个土围 以防止当时的格马兰人入侵 同时也是吴沙率领民众入宜兰后开垦的第一个城镇 原称为投围 其后改为投城至今 1919年11月15日 设立郊西翼 同日郊西至宜兰段完工通车 1920年新建郊西木造站坊 1967年改为今日的郊西站 并增建为四股道及第二月台 车站附近有郊西温泉公园 1919年3月24日 宜兰裔、罗东裔及苏澳裔新建完成 同日起宜兰至苏澳间完工通车 沿途设立二节、罗东、东山及苏澳等站 1919年宜兰站区内建造一座加水塔 用以储水供蒸汽火车加水及浇水 使煤冷却之用 加水塔是蒸汽火车时代的重要设施 一般加水塔多为钢筋混泥土造制方形水塔 宜兰站内之加水塔 则以红砖组砌成圆筒状 砖供精良 砖塔上至钢制圆筒形水塔 极具保存价值 以列为历史建筑 1923年 宜兰站区内建造一座直径约20公尺的人力转车盘 可透过推石模方式以人力推动转车盘 使重达90吨的蒸汽火车头转向 这座百年的日治时期转车盘 至今仍在运转实属无益 1924年 罗东森林铁道由竹林制土厂全线通车 集裁机运抵太平山 苏澳站是宜兰县的终点站 苏澳临港县位于苏澳港旁 可将海运货物透过铁道运送至各地 宜兰县工程于1924年10月 草岭隧道通车后宣布完工 使得兰阳地区的物资 可运用铁路快速运送到基隆港与台北 然而 宜兰县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节省经费的影响 如八堵道侯同路段 因为要运送煤矿 使用与纵贯线相同重60磅的轨条 但侯同到苏澳 使用的是重40磅的轨条 使得该路段只能行驶30吨以下的机关车 虽然轨道品质不一 影响机车行驶 以及日后环岛铁路的连结 在日治时期 宜兰县这条铁路 则肩负着运送煤矿 金矿及木材等步子的重要角色 时至今日 宜兰县仍是西部铁道通往东部的门户 及支县深澳县及平溪县 释售国内外旅客清迈的旅游景点 更是前往东北海岸旅游的最佳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